郭先生 刚才我们其实很清楚地听到你前妻的诉求 我想他现在还没有时间准备好继续跟你做朋友 那你叫我冷一块行吗 叫我老师 好 温先生 温先生 你回来 你刚才跟那个主人说你要冷静一下是吧 为什么要冷静一下 心秃秃 为什么秃秃 出不来的那种闹心 出不来的闹心 是这个东西没送出去是吗 因为十年了我当时也没给他买过这个 要不然今天就不发了这种事 我也本来我跟我儿子导过 我跟你讲 在你妈做年纪的日子给他买 你请我跟你说 刚才那个课我跟讲 就是你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他可以接可以不接 他不接我证明 我觉得他要比原来成熟了 你今天送这个东西 我证明今天你在这一场半天你没进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说现在你要想挽回你和妻子的感情 是一个纪念品跟物质的问题吗 一定不是 如果是早些天不是因为这个问题 你当然想表达这个情感 刚才我们跟你说了很多东西 苦口不心地告诉你 现在这些形式性的东西 已经不重要了 都不重要了 这我明白 你认为这类形式性的东西 能结局你们俩现在心理上的东西吗 你又给自己找这种说 你为什么要走啊 你又要冷静 我跟你讲 面对你自己 面对他 就你所有这种表现 仍然是你不自信自卑的一种情形 你仍然可以表达那种情形 你就可以在这说话 你可以说我曾经想送 但是今天不适合 我可以不送了 留着 哪天能接受我再给你都行 你怎么不敢做这个事 我刚才要说情绪一直激动了 我真这么想 白天我真这么想 现在情绪老乱套了 真的 你把自己平定下来 你如果现在还秃秃的话 就证明你对 你说放手 对所有事情能够冷静的东西 我都对你存疑 先把自己稳定下来 老师你先我下个场 不行 受不了了 很遗憾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虽然温先生说他心里已经放下了 他愿意为对方做出新的祝福 但是我们并没有在他的行为上 看到他真正的放下了这一段感情 但是我们真心的希望 时间可以抚平一切 而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的生活当中 学会成长 我们衷心的希望 无论是温先生还是我们的白女士 都可以有一个新的未来 新的开始 谢谢 you yay